伴随着RX6600显卡的正式公布 AMD的RX6000系列总算是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布局 但作为竞争对手的NVIDIA 其实早已规划了3D系显卡的第二阶段 而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 除了RTX3060、RTX3070、RTX3080 将有Super版本的扩展外 旗舰卡皇RTX3090也有了后续升级的产品 也就是RTX3090Ti显卡 那关于它的详细情况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从NVIDIA最近以来的动作可以看出 除了20系中甜品RTX2060将回路重造 推出12G的显存版本外 差距仅在10%左右的RTX3060Ti和RTX3070之间 甚至还要切出一张RTX3060Super显卡来 所以说明老黄的倒法的确是愈发的进展 但这并不是30系显卡的全部 根据此前的消息可以得知 NVIDIA将会定位高端的RTX3080和RTX3080Ti 带来后续升级的RTX3080Super 而最受玩家们关心的RTX3090Ti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消息曝光 但为了补全产品线 RTX3090Ti显卡也于近日浮出了水面 毕竟多出一款新卡就能赚钱的事 老黄可人不想放过 具体来看NVIDIA CAS的消息显示 早于上个月就得到曝光的RTX3090Super 其实应该被称之为RTX3090Ti 而这种变更产品名称的做法 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在规格参数方面RTX3090Ti会采用三星8nm制程工艺 并基于完整的GA102350核心打造 共基于10752个扩大核心和84组SM单元 然而会搭载未宽为384bit的24GB GDDR6X显存 然而让人惊喜的是 NVIDIA将有望重新设计RTX3090Ti的PCB版 并把GA102核心周围的显存模块 从目前的1GB升级至2GB 得以于这些改变RTX3090Ti的显存速度将会首次达到21GB 同时其最大带宽也会来到108GB 再次成为GeForce显卡系列中的旗舰王者 但根据EgosLab的消息表示 在有了这些的加持后 RTX3090Ti的TTP功耗将会突破450W 相比3090直接增加了100W 同时还会换用全新的单12 16Pin外接电源接口 而这种供电规格也是未来PCIe 5.0协议规范的首选 另外EgosLab还表示 这种接口的优势在于其最高可提供55W的电流以及600W的功率 并只需单独一个接口就可以支持整卡的正常运行 相比目前少则6交2Pin 多则8乘3Pin的供电来说确实要方便不少 但往后走显卡的功耗肯定是只剩不降 其他方面RTX3090Ti将不会再支持NVLink技术 同时由于其裤带核心数仅比RTX3090多了256个 整体规格也只多了2.5% 所以性能预计只会比RTX3090约强5%左右 最后是发布时间 根据VideoCast的报道 RTX3090Ti将会和RTX2060 12GB 以及RTX3070Ti 16GB于明年1月同步推出 也就是说还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 至于价格嘛 上市支出肯定不是原价 而关于RTX3070 16GB版本的详细情况 超级客也会在之后的视频中进行介绍 所以请大家赏脸给个三连吧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